真的 古老的语言家 他们的东西我们也看过 法国的Nostomas 他的语言 这个世界的末世 是1999年跟2000年的世界末世 这个这一关我们度过了 没死 他的语言是不是错误的呢 我的看法 他的语言没错 那为什么这个灾难 没发现呢 他的语言 传了几百年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以 99年 2000年 我们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人 特别是宗教信徒 都为这个灾难祈祷 祈祷 有效果 现在 科学家 量子理学家 告诉我们 集体意识 那个能量很大 可以改变现实的状况 那就集体意识 那么多人祈祷 好事情啊 真的产生作用了 可是 这个事情 平安度过了 许多人就讲了 这语言家 语言不可靠 假的 不再相信 于是 迷惑 再加上迷惑 贪婪 又加上贪婪 相信科学 不再相信 这些古老的 语言了 那世界 现象怎么样 虽然大的灾难没有了 小灾难不断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这都是上天 给我们的警告 还不回头吗 如果不回头 那就是 2012这个 预言就出现了 这是 99年的灾难 延后了 不是没有了 是延后了 那2012 真会有灾难吗 相信是真的 有一半 不相信的人 也有一半 可能不是真的 我们也会平安度过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信任在宗教里面 也为2010 集体在做祈祷 这个是我知道的 很多宗教 有过去 我几乎 我们接触 我跟世界宗教 接触 有十几年了 99年 开始 有十一二年 从来不谈 这些问题 可是今年 我跟宗教接触 没有一个人 不谈这问题 所以宗教里面发起 为拯救地球 来祈祷 我们佛教 这祈祷也不例外 三十七年 是祈祷的发挥 是集体 意识的发挥 在过去 三十七年 就做一天的 一年前 两年前 我们才延长到七天 最后看到灾难 越来越严重 我们做四十九天 七个集 08年 我在陆江 也是由灵媒 传这个信息给我 他在那 非常严重 说我们这个祈祷 力量不够 我问他要占坐 灾难时间很长 我说多长 至少三年 我们要怎么做法呢 他就希望我们做 一百个集 一百个集就七百天了 那个时候 我给寺庙的 方丈和尚 商量 他也同意 所以第一个 背起 消灾 祈福的发挥 就在安徽路江 开始了 以后 山东也做了 我们 移民在澳洲 澳洲也做了 现在我听说 这个百七发挥 有好几个地方都在做 那么对于化解 2012的这个灾难 有没有效果呢 我相信肯定有效果 其他宗教的时候都在做 这好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学习 佛法分享里头 讲过几次 这种祈祷 是治标 不是治本 就像用药物一样 能够暂时扶住 不发足 病根没有拔掉啊 病根是什么呢 是迷惑 颠倒 迷了什么 迷了自信 迷失了信德 信德是什么 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是什么 是信德 无界是信德 菩萨六波罗密是信德 普贤十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信德 我们完全迷失了啊 啊 早夜 夜是什么 贪嗔痴慢意 这是卧夜的性体 里面有贪嗔痴之慢意 外面有 无欲六成在那里勾引 啊 财神明师岁是无欲 怎么能不着夜呢 古时候 有深仙教育 啊 从小教你 防范 造作火业 所以 纵然有造物 他还有个底线 有个限制 啊 不敢超越太多 现在这个底线没有了 没有人相信了 啊 这个病就发作了 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